馬娘娘的心裏就中了塊病 她發現這幫功臣誰也惹不起 說啥就鬧了 特別是長茂 鬼臉子還多 性情還暴躁 動不動就想動五波鈔 前者大鬧驗驚 好像沒把朱元璋給收拾了 鬧得這副天翻 夫如皆知 特別是在白陽關 搶先鋒報號的時候 韓金虎跟田代彪發聲不睦 兩派勢力他看見是清清楚楚 現在一萬人倒戈投降的 看來外部沒什麼事 在下一步撤 就是自己內部的爭斷 他想要叫我兒子朱標能立得住 要能服得了這些人 最好能把這幫人全都幹掉 要留著早晚是個禍 所以他就跟朱元璋建議 一共商論十多天 讓朱元璋想方設法 找個什麼名詞 給他們加點罪名 全都處置了 朱元璋啊 說什麼也沒同意 認為習武出列主義是胡鬧 現在好歷盼得天下太平了 哪能這麼諸陸功臣 前三天 這夫妻還幹了一仗 把茶壺都摔碎了 外部的文武是不清楚 三天 兩人誰也沒說話 馬娘娘對此事更有反感 今兒晚上 寧願把朱元璋請的萬壽公 還要繼續談判 如果朱元璋不答應這個條件 他要施加壓力 正敢說徐方在這偷聽 就聽馬娘娘說 命下 您怎麼聰明一世 糊塗一時 咱兒子朱標 軟弱無能 你說他能不能繼承你們江山 陛下如果健在 不會出別的事 一旦百年之後 剩下我們孤兒寡母 那不敢受別人的欺負 再說您這個人 辱馬生涯幾十年 怎麼學的富人的見識 心思手軟 別忘了古人說那句話 心思面軟 流祸害 不足不狠 非丈夫 陛下 乾脆就答應了 這馬娘娘 這馬娘娘無事勝非 還真能說 列舉了前朝歷史不少貶子 俄本能有半個時辰 最後把朱元璋說的閉口無言 那你說 用什麼名詞 要 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 找個什麼詞還不行 不不不不不 這叫胡來 長茂也好 鐵載標也好 其他的工程也好 為大名的江山社稷 拋頭如灑熱血 你找人家什麼毛病 這個我實在想不出來 你實在想不出來 我還有個招 不知道你能答應不 你說吧 自己夫妻 你何必吞吞吐吐 嗯 我跟國舅馬蘭 驸馬韓金虎 都商量好了 他們派了一宗教 如果把這種藥 獲到酒裡 或者拌到飯裡頭 人要吃了之後 是准死無疑 啊 你咋都是八步斷腸散 不對 畢下人猜錯了 要是八步斷腸散 吃完之後 當時七跳流血 顯鼻子顯眼 那不就露了馬腳了嗎 這個藥 比那個高應該太多了 比如人服用了以後 當時什麼事兒也沒有 第二天多少有點發燒 第三天又好了 第四天有點嘔吐 第五天又好了 就這樣斷斷續續到七天 才能避命而發 陛下請想 人吃五穀雜糧 哪有不鬧病的 誰能想到 我們藥裡面摻了毒了呢 如果陛下能夠恩主 我們就打算使這種道 主人家 主人家一聽這腦袋 嗡了一聲 心說我這媳婦這招可真多呀 背著我不知道 跟駙馬和國舅都殺了好了 這就是逼著我點頭啊 他還是沒有表態 回過頭來看看大兒子朱標 這朱標就在桌子旁邊那站著 看著父母商量事兒 臉上毫無表情 比那傻子強迫多 朱標 我跟妳娘商議的事兒 妳聽見沒 兒聽見了 妳一看怎麼好 怎麼那都行 爹爹怎麼辦 兒怎麼拼 去蠢才 妳呀 就是為妳 但分要有點才幹 能逼得為父走這一步 唉 說的這咱必須說明 這朱元璋呢 思想也不端正 她確實替她兒子和後世照相 她一想媳婦說的不無道理 我要在這 管怎麼說呢 這些人看在情面之上 不會炸刺 如果我一口氣不來 就這幫冰塵誰惹得起 說造反就造反 說把我兒子江山推倒就能推倒啊 他們既然能幫著我推倒元春帝 別的事就幹得出來 左思右想 最後朱元璋大定主意 好 皇后 就以妳的代 陛下這就對了 陛下 咱們記早還不記完 我看在北壁燕京 咱就可以下手 夫人 怎麼下手呢 這還沒主意 這不是元春帝已經死了 全國也已統一了 就利用這個機會 在燕京來個慶功大會 凡是咱們要幹掉的人 都列出名單 請他參加 在林陽閣 聖臺燕燕 他們不來婚子罷了 來了就賜著他們玉酒 喝了不就完了嗎 朱元璋 朱元璋點了點頭 好吧 一切都按著妳的意思吧 馬娘娘一掌聲 去 把駱馬和國舅叫到這裏來 這倆壞蛋早等著 一聽娘娘有恥 二人一先一後 來到萬壽宮 先見皇上 後見娘娘 垂手往旁邊一站 馬娘娘戴笑開言 金虎啊 馬蘭 沒有背妳們的話 剛才跟聖上 我們都商議好了 怎麽辦 你們明白嗎 是 臣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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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氏娘娘天罪 咱什麽時候下手 好天吧 慶功的地點 可以設在妳的領養者 關於怎麽用藥 怎麽安排 你們先商量商量 肅報國之 出一日 他們下體準備一下 小壽子 小壽子 西方在大扁後 拼了個真真切切 把西方看的牙根都養進了 先說朱元璋啊 馬大條 你們這頓高夫妻 一個人也沒有啊 事實到如今 還沒算太平 你們就想對人下手啊 行了 今天這奉法如虛 我也碰到了 速把這個消息報於各為英雄 後來西方 找了個機會從後窗外跳出去 就回歸軍事府 他回來前天已經就亮了 正好長茂 天在佑 余稿 丁持英 朱明 張規 張茂 長勝 長領 武進 東武進校 湯雄 郭燕 美 好幾十人都在這兒 圍著劉伯文 問長問短 幹什麼 張整俱方 一看門一開 小廚子在外地進來 長茂先問 我們那兩位要 長得沒長得 你在那裡的 是要的 都沒有辦法去 嚴格他好開玩笑 誰也沒注意 後來發現俱方氣色不正 狗藥虎也搭了下來 西山漢也下來了 渾身向下 吐吐吐吐吐吐吐 就知道真有事兒 劉伯文就問 徐方 怎麼啦 哎呀 軍事 這徐方呢 還不像長茂那樣 想要國王 危害人太多 恐怕把話子走露出去 趴到劉伯文耳邊 得不得把這事兒說了 劉伯文先生 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 好像是現在有準備事 點了點頭 脫了 我的病好了 沒有奉法隆虛 沒有奉法隆虛 你怎麼就好 這比奉法隆虛還好使 劉伯文心裡說話 我就早知道有事兒 要叫別人到宮裡去探聽探聽 誰說是犯罪 找一個藉口 去用奉法如虛 正好利用這個機會 把秘密探聽出來 就是將來皇上知道 也不犯太大的罪 劉伯文趕緊起床下雨 把長茅幾個人留下 其他的人都大股走了 屋裡的人有 田代彪、吳葛、丁石英、朱木英、長茅、虛方 劉先生並沒隱瞞 就把剛才的事兒講了一遍 又叫徐芳重新做了介紹 查罵了一瓶 哎呀 沒找個算上去 胡的一聲站起來 麥不棒的就走 劉伯文氣 媽 你劉伯 我話還沒說完 聽一口再說 說什麼也攔不住 劉先生急著直拍大腿 你怎麼辦 不嫌小十大嗎 讓預告這幫人過去 死拉活摘 先把長茅給摁住了 長茅氣得直吐白沫 我飛他媽媽把馬大腳的腳掰下 他不要咱喝藥嗎 我都給他們怪上 看他娘誰死 劉先生勸了半天哪 長茅兒這火 算壓心點兒去 劉伯文說這麼辦 光聽徐芳說 咱不是不信任許方 不願讓他們這麼辦 不這麼辦 也許還有個變化 萬一人家改變主意了 不害大火 那你怎麼辦呢 再者一說 現在咱們手臂無憑無懼 折騰起來 人家把眼一瞪 管咱要爭去 咱怎麼辦 要驚起來說徐芳聽的 徐芳聽誰給作證 咱不就被動了 咱不就被動了 茅兒 你記住 辦什麼事情 要有把握 你對 叫話都對 我問我先生 要等有把握 那就趕去潮量了 哎 你們聽我的 不管是今天也好 明天也好 他要傳一下子來 在靈陽可慶功 叫誰去 但是這個酒 可千萬別喝 你們帶個瓶子 把這酒燒壞點 然後找明白人 驗看驗看 酒裡邊真要有毒 也就是說把握在我們手中 拿這東西質問他們 他們就無言可對了 那也倒是聽有把握 先啊 就聽明白 你想啊 劉伯文那是軍事 能夠指揮千軍萬馬 這麼點事兒還百步不開嗎 當時給他們畫了個道 每個人都牢記在心 最後 劉先生強調 在事情沒有爆發以前 哪個人也不准走透消息 誰要隨小不言 從任馬公勒為他示範 對 哪個人把事弄糟了 咱們大伙就把他撕爛了 抗戰 大家是各自恢復 雖然 沒過兩天 畫に越到聖聖人 那上面大致意味是 國家已經太平了 但这个太平是众位用血汗和生命换来的 为了表彰大家的功劳 特在林阳河圣排艳艳 皇上跟皇后要亲自赐酒 欢迎某人某人参加 那上面开着的人民一共是十八个 头一个就是花枪太宝天的标 二个就是磁心眼无敌将长茂 余搞金色英朱姆英 但咱就这么说 咱是平常爱闹事的 头上有脚肚下生灵的 都在名单之内 长茂接着那个圣旨心里的想 够狠的 都给列在上面 好吧 按照刘伯温先生的指示 那就是暗时复验 咱们单出这一天 林阳河披红挂灯 等长茂众人来的时候 两旁边是无要全天 在龙阳河前头有五百名御林军 都是身穿紧服 头戴花呢 狮子披铭 还有不少的女样 苗梅打尽 穿得跟花朵一样 赴马韩金 国旧马兰 一边一个 在这儿恭候 长茂跟天在标 并马耳心 其他的英雄在后 等来到林阳河前面 甩着立安票去坐机 早有亲兵 把马匹接过 长茂他们都有话 干嘛 任何人不能交开 每个人都有亲兵 连兵的都保管得好好的 一旦打起来 上马抄家后就干 长茂跟天在标 往里走 韩金虎跟马兰 跟洗面符似的 就接过来了 来啦 长将军 田将军 奉万岁圣旨 在此恭候做事 了 于将军 丁将军 大家都到了 都来了 都来了 哎呦 驸马爷 让你操劳 我们于心不忍 哎呀 理应如此 这算什么呢 各位为国家立下血汗大功 我在这跑步腿 都算得什么 赶紧发力气 发力气 十八位小英雅上了 上了灵阳河 一看里面是金碧辉煌啊 摆着十八张桌案 后边有椅子 每张桌子上金虎欲展 全都有宫 全都有宫女 在此伺候 引赞官先过来了 挨个一指 谁坐哪 谁坐哪 这都是有规定的 十八位小英雅 按着顺序做好 先在这喝茶 马兰和韩金虎呢 就在这陪着谈话 遥遥片刻之中 酒宴拍开 要是这个酒宴呢 真是丰盛 天上飞在地下 跑到草河蹦到水里 瘋的 猴头燕多杀鱼 尸 竟是好东西 回调之中 有全阳酒戏 全都摆上来 最后 就将韩金虎 抱上一瓶酒 这大瓶子 能装十斤呢 上面有红纸签 写的是黄蜂玉酒 茶帽用小眼睛一表现 就明白了 哎呀 来啦 毛病都在这 这茶帽头个根发树 气得这心 就叫成一个歌 本来刘伯文告诉他 拿个空瓶子 你别喝这酒 但是到点回来 按现在鸡名词说 就是化验化验 看看里面有没有毒 但是长老一生气 刘伯文就忘了 早得人都九脚一碗 陪上韩金虎抱着瓶子 奔塌来 说着把他大瓶子拿起来 对着韩金虎的嘴往下就关